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静世讲故事的环节,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分享晚清的战争系列之新疆篇第十四章,群魔乱舞二。 看过电影《少林寺》的人,一定都知道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这件事从此奠定了《少林寺》在武侠小说中武林泰斗的地位。 不过,虽然这件事有一点点历史依据,但是更多的依然只是小说家的想象而已,那么现实世界里是否有这样武艺高强的僧人,他们又是否曾经真的拿起过武器去匡复正义呢?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有,而且就发生在我们所讲的新疆穆斯林大叛乱的过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少林寺的棍僧们如出一辙,只不过主角们却是一群信奉皇教的喇嘛。 至于他们是不是像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著名的纠谋智利亚,既会小无相功又会火焰刀,武功高强,盖世无双,历史书里并没有记载。 但是当你读完这些历史文献以后,你会忍不住的想,这些传说中的武功,或者说这些武功所代表出来的能力,这群皇教的喇嘛也许真的拥有。 而这个传奇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做根嘎扎勒森的喇嘛,这个名字太长,念起来也太困难了,我们就用他的另外一个名字,白活佛来称呼他吧,顺便也表示一下我对他的敬意。 白活佛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僧人,在距离塔尔巴台不远的地方,打理着一个皇教的喇嘛庙,或者痴哉念佛,科目状中的生活。 但是当塔尔巴台的穆斯林发动叛乱的时候,这个与世无争的僧人也被卷入了其中。 现在,他的案头上昏暗的油灯下放着一封信,那是塔尔巴台领队大臣武龙俄派人送来的,这是一封求救信,是一封关系着上万人生命的告急文书。 武龙俄为什么想起了他,要给他写求救信呢? 今天我们已经搞不清楚,但是从事后的结果来看,他找对人了。 白活佛看着这封信,内心充满了矛盾,作为一个佛门弟子,他是不能舞刀弄枪的,更不能介入尘世的纷争。 可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自己是一个佛门弟子,也就有普渡众生的义务,因为这也是佛家的正道。 在经过一番内心痛苦的纠结,对佛里的深刻思考以后,白活佛终于决定要拿起武器帮助受苦受难的人们。 他对寺庙内其他的喇嘛宣布了他这个决定,决心要帮助塔尔巴哈台的驻军,替他们筹集园兵,去解救已经被困了三个多月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众多百姓。 当然,这是有风险的,毕竟他也没有打过仗,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够帮上忙,但是作为一个佛家弟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其他喇嘛们的一致赞同,于是他命令寺内的喇嘛去动员周围的蒙古人,那些忠实的佛教徒们,在他们中间寻求志愿者组成军队。 与此同时,他决定先带领三十名喇嘛去查看一下具体情况,下面的这段描写听起来太过神奇,但绝对不是武侠小说中的桥段,它是被记入证实的历史事实。 白胡胡胡带着三十名喇嘛先去塔尔巴哈台附近侦查情况,在路上,他们遇到了两千名叛乱的哈萨克骑兵,正在烧杀抢掠。 看见众多无辜的百姓惨死在极端穆斯林分子的刀下,他们再也忍无可忍,赤手空拳的冲向了穆斯林叛军。 在说结果之前,我们必须提醒大家,哈萨克叛军那可不是普通人,他们曾经和俄罗斯人打过仗,而且还多次打胜过,现在又和清军打,把清军全都围在了城内,所以说起来战斗能力是无可置疑的。 这些人不仅仅战斗经验丰富,而且专备精粮,他们头戴盐铁盔,身披锁子甲,背着一支火绳枪或者是碎发滑堂枪,手持长矛,腰筋跨有马刀,马背上还有一个圆盾,完全就是职业军人。 这些人不仅仅专备精粮,而且他们的人数众多,两千多人对三十人,别说是用火枪轰击了,就是纵马一踩,也能把这帮赤手空拳的喇嘛踏成肉泥了。 当然,他们当时正在四处的追杀无辜的百姓并没有聚集在一起,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很难想象赤手空拳的喇嘛们怎么对付得了这些武装到牙齿的恶魔。 如果不是因为记载在清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10,以及格桑勒协助乌军翻译的查汉乎图克图滚嘎加勒赞传里,我们真的不敢相信,最终的结果是他们居然打赢了这帮穆斯林叛军,逼得对方逃跑。 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也许白胡胡和这三十名喇嘛,真的是身长不露的武林高手,会揪魔制的小无相弓,火焰刀之类的绝技,所以他们可以手撕胡人,就像抗日神剧里演的一样,打得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把对方吓跑了。 当然,也不排除这些记载有夸大的可能,或许遇到的敌人并没有这么多,但是他们的勇气绝对是无懈可击的。 当白胡胡胡他们侦查了一圈,发现塔尔巴哈台城的确是积极可危以后,他迅速回到了寺内,带着其他僧人,还有从草原上临时招募而来的两千多名蒙古牧民,立刻出发前去救援塔尔巴哈台。 可是塔尔巴哈台城外,这时已经有上万名穆斯林叛军在这里,大部分的人都是职业军人,而且拥有大量的火炮和火枪,白胡胡可从来没有打过仗,也没有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战略经验。 就凭这一群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他们能够成功吗? 就在热西丁河主派去的鲍尔汉他们,面对防守坚固的吴石成,无计可施,正垂头丧气,准备撤退之际,一个意外发生了。 根据伊米德里的记载,就在穆斯林叛军已经收拾好行囊,开始离开的时候,清军的火药库突然发生了大爆炸。 据说当时亲眼目睹的人是这么形容的, 爆炸声震天动地,无论是清军士兵城墙还是庙宇,大炮甚至是燕子山,那瞬间就变成了尘埃,飞向四处,人们甚至看不清楚对面的一切。 本来晴朗的天空现在迅速的变成了黑夜,清军的尸体最远的被跑出了两里地之外,树干上,到处挂着的是人类的残肢。 早不炸,晚不炸,偏偏这个时候发生了大爆炸,这,哎,命数,一切都是命数。 就这样,新疆中部大部分城市都沦陷了,只剩下了巴尔楚克还在清军手里。 乌石战役结束以后,热西丁合逐听说吉尔吉斯族的斯迪克占领了喀什格尔,并没有前来向自己臣服,顿时感到很生气。 他发现对方居然不看他的席文,又不在朋友圈里为他点赞,实在是不给他面子。 于是,立刻就命令鲍尔汉离开乌石,继续南征。 在南征的路上发生了一个插曲,叛军抓住了两个商人,然后其中有一个人被叛军迅速的认了出来,他就是阿克苏的前阿奇木伯克赛伊德,就是之前打败过鲍尔汉的那个人。 他算是维吾尔人中比较少见的一个,到了这个时候,他依然忠于清政府。 之前在加玛丽丁进攻阿克苏的时候,他就发现阿克苏城内的穆斯林都已经准备叛变,自己肯定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留的青山寨不怕没柴少,于是就提前逃跑了。 现在他正准备投奔伊犁,向伊犁将军明续报告南疆的情况,寻求救兵,结果不幸在半路上被鲍尔汉的叛军抓住。 鲍尔汉之前被他偷袭,差点全军覆没,自然恨他入骨,立刻就判处他的死刑。 正准备执行的时候,有人提醒鲍尔汉说,他的哥哥是卡什格尔的伯克,留着他数不定有用。 再加上,当时新疆中部的维吾尔上乘贵族们,大多都有战亲戴故的关系,所以自然而然也有很多人为他求情。 而且赛义德在被逼无奈之下也愿意投降,所以鲍尔汉爱不过这么多人的面子,虽然心里恨得要死。 但是也只有赛义德,但是也只有赦免了他,还让他在叛军中担任了一个军官。 在这场穆斯林大叛乱中,维吾尔上乘贵族里最忠贞的爱国者,当属库车郡王艾玛特,他绝对排名第一。 赛义德也算是表现不错的,大概也能排上个前几位。 虽然他后来投降了叛军,但毕竟实属无奈,能坚持到这个地步,在当时的维吾尔上乘贵族中,已经算是非常难得了。 至于这场难争的结果,看看鲍尔汉面前的表现,你就知道,以他的这个智商,这群奸诈的穆斯林极端分子中间,他们只能是被别人耍得团团转。 这个时候是1864年的10月,金香印和斯迪克正在围攻河布云把守的喀什格尔汉城,自然无理应付鲍尔汉的进攻。 于是他们就耍了一个花招,说是欢迎鲍尔汉的到来,愿意臣服在热西丁河竹的脚下。 鲍尔汉信以为真,跟着他们高高兴兴的进了城,参加酒宴。 然后又被他们安排在一个华丽的宅邸里,有美女相伴,手下的士兵也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每天都被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但是几天以后,他突然发现,他和他手下的人就在每天沉迷于盛大的宴会,吃得非常脑圆的时候,不知不觉中,他们的武器和马蹄都悄悄的被当地人收走。 他们已经被解除了武装,手里没有了刀,对方对待他们的态度自然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很快他们就全体被软禁了起来,好酒好肉不要响了,就连有没有口水喝,那也得看对方的心情现在好不好。 鲍尔汉他们的待遇自然从坐上宾变成了接下球,还没有等他们适应过来这个转变,金香印和斯迪克又开始给他们增加心理负担,没事就派人来他们的门口磨刀,吱吱喳喳的声音听着圣人,就在他们被吓得屁滚尿流,以为接下来大家就要被绑到巴扎市场里伸手一触的时候, 金香印和斯迪克突然派人来看望他们,不过不是要砍他们的头,而是说要和他们极地友好条约,划定边界,从此互不侵犯,到了这个时候,鲍尔汉七魂中的六魂已经被吓掉了,哪里还敢说一个步子? 于是,也不管别人写了什么,自己只管签字画压,只要把小命保住就行,这纸协议让金香印和斯迪克达到了目的,于是立刻大家又称兄道弟,大吃大喝一顿以后,就把他们扫地出门,礼送出镜, 不过这件事虽然让金香印和斯迪克暂时化解了危机,但是也加深了他们的危机意识,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处在一个孤立无然的位置之上, 所以他们很快就派人去浩瀚,邀请何卓的后裔苏普鲁克来参加他们的队伍,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诱因,至于库车方面,热西丁何卓听说了这个条约以后气得大发雷霆, 可是由于条约是在众多宗教人士的见证之下签订的,虽然热西丁何卓内心很想当个表子,可是外表又要立上牌坊,因此也不好发作,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 听完了这两个故事,大家可能会觉得金香印和斯迪克这两个人老奸俱华,简直是难以对付, 不过这可得看对什么人,他们和随后到达的阿古博相比,那简直幼稚的就像一个小屁孩,而阿古博这个坏叔叔,一会儿给他们一个棒棒糖,一会儿给他们一个大巴掌,几下就收拾了他们服服气气,那阿古博具体是怎样做的呢? 当时间到达了1865年,托德林在乌鲁木齐一带,基本站稳了脚跟以后,决定要发动打通新疆和甘肃的战役。 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实现和金鸡宝之间的联系,不过要实现这个目的,有一个让他头痛的人,那就是在他背后无时无刻不再骚扰他的徐学公。 徐学公现在已经收容了几千名难民,把他们的中间能够战斗的数百人组织起来,让剩下的人负责生产,他们这里现在已经真正的变成了像电影《圣化危机》里所描述的那种幸存者之城。 一旦离开了他们的地盘,到处都是识人的僵尸,而这些识人的僵尸就是托德林和他手下的那些极端穆斯林分子们。 人和僵尸之间自然是无法共存的,于是托德林组织军队不断的进攻徐学公和他手下的幸存者们。 据史书记载,双方几乎是无悦不战,最严酷的时候甚至是无日不战。 虽然这些战斗大部分都以穆斯林的失败告终,但是这座小小的幸存者之城,毕竟人丁稀少,渐渐有点扛不住了。 徐学公一度非常的绝望,他和他手下在乌鲁木齐的大屠杀中被隔在了乌鲁木齐以息的幸存者,甚至都做好了全体父子的准备。 但是徐学公是幸运的,老青开了眼,大概是为了留下他,让他日后在束缚新疆的战役里建立功勋。 就在这个最危机的时候,托德林的军队突然全都撤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前任旗台宪令横移,在之前的穆斯林大叛乱中被迫弃城而逃以后,并没有放弃抵抗。 他向东跑到了汉民聚集的乡下,和当地的一个叫张和的乡身,把幸存的父母乡亲们全部组织起来,编成了民团。 然后,他又联合几木萨的汉民,孔才组织的民团,向托德林手下的穆斯林叛军发动了反攻。 由于这个时候,托德林正组织主力,在进攻徐学公的幸存者之城,所以后凡空虚,横移他们的反攻,自然一击得手。 居然接连攻下了旗台,古城,还有几木萨,形势一度发生了密转。 托德林无奈,只有放弃攻击徐学公,转而向东,来攻打横移和他手下的民团。 他派出之前乌鲁木齐的绿营穆斯林将领马生,带领着七八千人前来进攻。 双方在今天的新疆富康附近发生了大战,但由于穆斯林叛军装备着大炮和火枪,中间又有许多专业的军人,自然不是横移张河手下那群拿下锄头钉耙的老百姓们能够阻挡得住的。 于是刚刚收复的几座城市再次沦陷,而且穆斯林叛军这次下手更狠,把这一带又杀了一个鸡犬不留。 残存的民团和还活着的老百姓被迫离开了家园,逃向了巴里昆,投靠清军寻求庇护。 而土德林这时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先把乌鲁木齐西边的徐学公放一放,把乌鲁木齐东边的汉人彻底杀个金光再说。 于是他命令马申率领大军尾随民团和逃难的百姓而来,顺便进攻哈密和巴里昆,打通前往甘肃的通路和马化龙连成一片。 而我们前面介绍过的,之前指挥南线抗俄战争负责保卫边境的巴里昆领队大臣纳尔纪,现在已经回到了这里,他必须守住这个地方,因为一旦巴里昆失守,新疆和甘肃就会连成一片,穆斯林叛军就可以互相支援,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是,之前巴里昆的军队大部分都被调往了伊犁,参加对俄边境的保卫战,后来由于伊犁发生了叛乱,全部被困在了那里,虽然纳尔纪奉命到巴里昆,负责防守这里,但是他的手下现在只有几百人的军队,而且全是上次调兵,剩下来的老弱残兵,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广杆思虑,就在这个时候,一切更让他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 哈密的穆斯林为了配合妥德林的东征,也发动了叛乱,驻守哈密的伴续大臣扎克当噩战死。 巴里昆通往外蒙古的梁道被断,现在变成了一个孤城。 同时,源源不断东逃的难民正在涌入巴里昆,现在他们已没法进入甘肃,因为那里已经是穆斯林的天下,也是一个恶魔遍布的世界。 同时,也没有办法避入蒙古,因为哈密已经失守,道路已经被切断。 金江东部还活着的人,现在已经四面楚歌,极端穆斯林分子马生,带领着他的僵尸兵团,正在向他们节节逼近。 死亡的号角也已经吹响,既然已经无路可逃,面对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动绝地反击,打败他们。 可是,没粮没钱没兵的哪儿记,能够担任得起这个重担吗? 打仗这种事是需要天赋的,根嘎扎勒参喇嘛,也就是白胡佛,虽然前半生一直在念经行善,但是当他一跨上战马的时候,居然表现的就像一个酒精沙场的老将。 根据史书记载,他首先宣布了纪律,要求所有的人都统一行动,在战场上不听号令的人将被立即处死。 这话从一个喇嘛的口中说出多少让人有些诧异,然后他又根据这些人的所属部落,选出了临时指挥官,对他们面受激疑,安排了作战计划,接着又挑出了50名最勇敢的蒙古人,担任全军先锋。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做好思想工作,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大概算是尊贱迷信,不过在当时还是非常有效的。 白胡胡胡告诉大家,这次行动可以修十辈子的福,而且有福主的庇护,勇敢的人有福光笼罩,绝对会刀枪不入的。 只有那些坦生怕死的人才会被刀枪所伤,受到报应。 听完了他这番话,所有的人立刻信心百倍,个个跃跃欲试,恨不得马上就投入战斗。 白胡胡看到大家士气高昂,于是立刻整队出发,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塔尔巴哈台城下和穆斯林叛军相遇了。 这是一场神奇的战斗,双方排好正式以后,一边是头戴白帽,身披白袍的穆斯林阿红,出队向他们的神祈祷,鼓舞穆斯林叛军的士气。 一边是喇嘛们高声念经,挥舞法器,逐个替蒙古士兵们祈福保佑,为他们的武器开光,加持神力。 这场战斗双方比的不是军事技巧,更不是战术的高低,而比的是谁的神更牛一些。 当双方都做完法师以后,白胡胡伏身披黄红色的袈裟,手持一根镀金蝉杖,一马当心冲在了最前面。 仅随他身后的是几十名武功高强的红衣喇嘛,剩下的两千多名蒙古人生怕自己不够勇敢,得不到佛祖的保佑。 于是也一拥而上,和穆斯林叛军的骑兵开始了最猛烈的对冲。 据说这一天,我夫大慈大悲,站在了塔尔巴台的云端,用福利笼罩住了勇敢的蒙古人,让他们免受枪弹之伤,迅速的就杀入了敌阵。 当然,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在另外的一些记载中,说的是蒙古人的骑术高明,他们在冲锋的时候,能在飞驰的弹马上把自己藏在马肚子底下,当冲到了敌人跟前的时候,才翻身上马背,所以让敌人的射击全部唠了空。 客观的说,要论奇数的高明,没有人可以和蒙古人比肩,在马上挥刀弄剑,更没有人是蒙古人的对手。 但是,一个前提就是,这些蒙古人必须要有足够的胆量,而白胡佛恰恰给了他们这个勇气。 这一天,就像河马史诗中描绘的特罗伊战场中的场景,天上的神在比拼法力,地下的人在比拼勇猛。 也许是因为安拉只有一个,而佛有很多尊,所以在这一天,光明驱散了黑暗,两千多名蒙古人大破上万名穆斯林叛军。 而与此同时,城里被困日久的清军和平民看见蒙古人所到之处,敌人网峰披靡,顿时也士气大振。 他们在平民李电荣、商人、苗石润的带领下,和五龙俄率领的清军一起冲出城来,内外夹击穆斯林叛军。 在蒙古人的鼓舞下,他们现在也变得勇气十足,不惧密局的淡雨,迅速地冲过了穆斯林挖掘的围城壕沟,烧毁了穆斯林叛军的炮台,四处追杀穆斯林叛军。 穆斯林叛军在里外夹击之下,全线崩溃,土崩瓦解,本地的穆斯林残匪都逃入了一座坚固设防的清真寺,巨险死守,而哈萨克穆斯林叛徒全部逃进了山里,塔尔巴哈台城周围的叛军暂时全部被打跑。 这一天是在悲惨的岁月里难得的一个让人开怀的日子。 极后余生中的人们激动着拥抱着他们的蒙古同胞,腐败在白胡胡的脚下,人人都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但是在新疆的大地上,乌云还没有散去,阳光只是露出了一丝缝隙,黑暗势力还没有被消灭殆尽。 不久之后,他们还将卷土重来,与之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